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看我的影片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今次會講Ovation吉他的歷史 我想我會分開兩集或者三集講 不會太悶 因為歷史的東西 我們要看看如何加插元素 但如果加插元素又好像不是歷史 怎樣都好 未開始正式介紹這個Ovation吉他的歷史之前 其實我是想多謝大家 第一 很多人給我支持 還有剛剛我上了昨天才上的類和語 即是改字Ring and Tear 那隻英文歌 這首歌其實是幾年前我有機會和一個朋友 即是在街上玩的時候 他給我看過 我印象中覺得幾好 那我幾個月之前做的Ring and Tear 我自己覺得自己都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就大膽問一下他有沒有出過 原來他又沒有出過 我說如果你沒有出過 你介不介意給我用 那他又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先出售 如果你不出售 我又要去大廢周章去找些東西出來 那變了不是這麼好 我說不是 你能給我 我一定可以的 Anyway Long story short 長話短說 好多謝他 其實說真的這首歌 音樂我都是照之前的Ring and Tear 只不過中段那個間奏那裡 我是覺得有改善的空間 我就將它加多了另一種樂器 所以如果你是有 即是有時間你想去比較一下 你可以聽一下 比較一下Ring and Tear 和淚和語 中間那裡不是尾那段 原來尾那段結他 那段用keyboard做的結他 是沒有變的 中段那裡 加了你會聽到很明顯有鋼琴聲的 那我用了一個combo 即是鋼琴拉了管弦 加下去那個聲音比之前更好 所以其實沒有最好自己又更好 那我就加了下去 所以是有少許不同的 那我再次多謝這位朋友 不要說名字出來 神秘的 第二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麼 好言歸正轉 正式開始 那Ovation吉他 我想如果你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多數如果我拿出來 和我介紹的都是Ovation吉他 因為我是有幾十支收藏的 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不要緊 或者你回到我以前的影片 或者介紹Ovation的東西 或者自我介紹那裡 不知道有沒有說說都忘記了 很隨意我不要寫稿的 只不過有時候寫下幾個重點 怕漏了 那怎樣也好 其實這個 講這個都幾有趣的 這個 本來我以前是有本書的 我買過那本書 那本書已經絕了版的了 那我買的時候已經絕了版的了 那因為都很早時間出的 那我想是他全盛時期 那可能有賣點的人 有個人都很出名 寫了幾本書 不同的都是講吉他那些的 那我就只是對Ovation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就買了那本 是要在網上找得很辛苦 必回來的 我見過有些你可以立刻買 是炒到百多元美金 所以我一定不會買 加上其實那本書我搬過兩千屋 可能還在... 不是在倉子 因為倉子已經搬空了 可能還在一些盒子 那些東西裡面 那些書我比較多 我起碼有幾百本書 那比較難找些 那不好意思 就不可以在那本書裡拿 但是有些我以前看過 我都有些概念可以交回去 那還有我上網做了一些 資料搜集的 那整理過之後呢 就把那些重點告訴大家 那這個始創人呢 他叫做Charlie OK 他的last name 是K-A-M-A-N 很多人我想他讀Carmen 但是其實我看那本書才知道 如果你就這樣 你上網看他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不會告訴你 怎樣讀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 他是德國人 可能他是土生土長 但是可能他爸爸那輩子 是在大戰過後 來了歐洲 來了美國 那怎樣都好 他就是讀的 他在1945年已經成立 他的command aircraft 他本身是讀工程 而他讀工程 他比較是 偏向在這個 航空飛機那方面做的 的專門 OK 那他1945年已經用幾千元 不過那時候1945年幾千元 可以買一間房子 就開了這間 叫做command aircraft 或者K-man aircraft 大家無所謂 重點不在這裏 那他就一直做這件事 但是他本身 他都是很喜歡音樂 和他玩結他的 所以呢 他就 公余的時間 就 玩結他 會玩 玩多少不知道 但他都玩得幾好的 還聽說 我不知道是否在那本書 看過還是哪裏看過 他好像曾經出過唱片的 OK 因為那時候人出唱碟的 那個年代 那我就 具體的資料我就沒有了 但那些我想都不是那麼重要 那我就說 話說他四五年做這間公司 開始慢慢 都做得幾好的 那 就 去到 因為你知道他做那個 他不是說和人出飛機 他好像有做那些小型機 但可能都不是怎麼買得 但因為他是讀那個專業 他就有那個知識 他就好像 就 得到這個美國軍部 美國軍部 可能是 或者應該是 空軍 或者是 陸軍 我不知道 或者海軍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部門 因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 那個主要 應該是 六十年代 或者之前少少 那時候 跟軍部 做那些 直升機機 那些機業 那些機器 就是在上面發 那些 因為 我想很早期 可能是用木的 但是用木 你知道有一個問題 可能不夠硬度 還有木 可能那個 那個 平衡 各方面都 比較難操控 以前那些飛機 螺旋掌 都是 早期都是去木的 現在的小飛機 還是用木的 現在應該沒有了 前回不是很久 都是這樣的 最後才轉了 做這個 纖維的 怎樣都好 那他 但是這些 軍隊的東西 就很奇怪 他跟你 簽一個合同幾年 那你 給你多少生意 有時候會多 有時候會少 可能或者 打仗的時候 或者需求多些 或者他有 有些新的飛機 他研發出來 他想製造的時候 他沒有 那些訂單 生意不太穩定 他就在想 他說 反正我都很喜歡 這些 樂器的東西 他是玩音樂的 他本身有一個 Martin的 model D ABCD的D Dock 那他有一支 那些吉他 他就 但是 可能 耐 或者是 或者 環境的問題 他 以前做的 手工 和科技 那支吉他 那支Martin 那支頸 就好像說 文說 看網上的資料 就說 有 曲 就是 扭 因為木 木的關係 冷縮熱像 有時候會出現這種 尤其是 做得不好 或者是 那時候 弄木 或者潮濕 乾燥 那個周期 或者控制得不好 還有 去到某個程度 就已經是爆開了 他就唯有拿回廠 但是在廠 你拿回廠的期間 他就 見到你 跟他修理的時候 就用些膠水 以及用些夾 那時候 他覺得 免得失事 因為他本身是做 都是做生產的 做生產 這個 直升機 的基業 那他就說 喂 你這樣的方法 我是做 就是 跟你 跟製造業有關係 我知道 可以怎樣跟你做 什麼 機器 或者工具 這樣就可以 省你很多時間 但是那些人 當然是不要理他 他說 嘿 還有 如果是 你的公司 賣不賣 如果你的公司 賣不賣 我也有興趣 因為Martin 是一個老牌子 Martin 和Gibson 都很老牌子 我想當時 還有一間 比較小的公司 沒有出名 叫做Harmony 但是 那間Harmony 我都 我都看到 有地方 提及過 他也有 有考慮過 Harmony 但是最後沒有 他曾經嘗試 去收購 這個Martin 但是Martin 他本身是家族生意 人家Martin 有生意做 怎麼會賣給你 不等錢花 最後沒有了 但是 說回1945年 他開了這間公司 做了一段時間 跟這個 軍博 做 那些東西 和自己生產小飛機 但是 生意一般 有時好 有時沒那麼好 那他就 想想想 那個自己的結他 去完之後 做 又覺得 可以想想 不如我都學人做結他 是不是 還我這麼喜歡 是不是 因為呢 其實有什麼關聯呢 其實 車葉 很高轉數的時候 你就會 有些東西 是很重要的影響 他的震盪 他的震盪 OK 就是他要盡量 就是那個震盪 你要控制到一個 一個範圍 或者盡量 那個 那個波幅 不要太多 還有 令到他盡量 不要令到他 有 有受到 其他一些東西 他會共振 如果不是 那些共振 你知道 等於你 你拿著麥克風 你唱歌 你對得到一個聲音 比較近 會有 feedback 你越近就越 feedback 其實很小的聲音 可以變得很大 他會把它放大 OK 他是有關這方面的 他研究 他說 我怎麼可以 做到一個結他 又能夠 去做結他 又能夠 令他會有 一個 怎樣說呢 一個 當時的製造 的 那個方法 會比他更加 先進 會突出 或者令聲音 更加好 他就 經過幾年 一個長時間 我想是幾年 的研究 他終於 應該是 1965年 他就 開始做 這個 真正的 command music 其實command music 以前你看 舊的結他 他都說 command music 但現在你看 這些 他寫了 KMC KMC 其實 我想都是解 command music 這個意思 或者company Anyway 不要理他了 但他始終是用回 那個 那個名字來做的 那他就正式成立 就是成立了 那個部門 就做 就是開始把那些生意 轉移過來 在這個Aeronet 那裡 就是航空業那裡 轉型 或者是 不是馬上的 開始 小屎牛都 開始 開始製造 他的 因為我之前提過 他玩音樂 他撤出唱片 可能未出唱片之前 其實是 他是出去 參加公開比賽的 我不知道他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group 那些 我不是很清楚 一定找到資料 會跟大家分享 他都入過圍的 就是 去到最後的幾強 這樣 而且就給一個人 看中了 那個人 當然是第一 時間比較久 第二 這些 可能不是 park music 我就不知道 他叫做tami dorsi 這個tami dorsi 他有一個band 他自己有一個band 叫做tami dorsi band 這個人 覺得他玩得很好 他就說 我們現在都要找結他手 不如你來幫我 當時Charlie 他就 可能仍然在讀書 我想 我想 因為我估計 他為什麼呢 他說 他不行了 我都是想在這個 就是 我想在我專門的工業發展 就是這樣 所以就turn down 這個offer 最後就沒有做到 Anyway 那說回來 六七年 不是六五年 他開始了這個 公司之後 就開始做第一批結他 那時候有一個 他那裡 那個地方 就是本地 有一隊樂隊 叫做Balladier Balladier Balladier 就幾 都幾 都幾出名 我想在當地 起碼 就經常都 怎麼說呢 會有很多人 鼓掌 站起來 Standing Ovation 所以 我想他的Ovation 的名字是從那裡來的 我想他第一個模特 都叫做Balladier 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有 起碼有一兩支 Balladier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我這支 是後期 他用回一個名字 跟以前那些是不同的 如果有一支原裝 那些 這麼古老的 Balladier 六零年代 那些很值錢 可能不是錢的 不過很值得 很珍貴 意思就是 OK 講回 Balladier之後 再過多兩年 其實那時候 他出了 但不是很流行 因為其實 你想一下 他的設計 雖然他那時候 都是一個大洞 跟普通的 沒有分別 但他的底 是用了纖維做的 還有他好像一個鍋 彎形 其實 你肯接受新事物 我想沒什麼問題 但很多人 玩慣了 舊式的平底 就覺得他好像怪獸 很多人都不會接受新事物 通常都是說 嘻嘻 嘻嘻 通常都是說 結他為什麼用木做呢 木它才有震盪 就是那些木 它才會有那個聲 它Round body 用纖維做出來的聲 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可以承認這一點 但是你說它是好一點 不好一點 見仁見智 這些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怎麼都好 其實頭那兩年 都是賣得一般的 但是他仍然有別的生意 他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變了 到了1967年 即兩年之後 我想大家都聽過 這個人叫Glan Campbell 他都最近這兩年才過了新的 金寶叔 Glan Campbell 其實我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認識他 就是我認識到他 就是知道有些人 就是60年代 可能是六七八年 最遲六九年 不知道 那時候我還是很小 可能剛剛小學生上初中 那時候我十一二歲 或者差不多 那時候電視就黑白 麗的呼聲 那時候就有 間中 即是節目中間的空檔 除了這個阿米加標 詞遇世界 一致推崇 那些高白之外 或者唱歌 唱歌 現在說回來 就會插一首歌 如果它夠長 會插一首歌 有時候它都會切尾尾 飛了它 那怎樣都好 它有一首歌叫做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OK 那這首歌其實很出名 我也是在那裡認識它 喔不是 我認識它 另外一首歌 它叫做Try a little kindness 是一個比較輕快的 好像country 那樣的歌 其實它那些歌 其實屬於country pop OK 跟真正的country 有少許不同 OK 那Anyway 這些不是重點 那金浦叔呢 六七年呢 金浦叔就 開始 開始走紅了 OK 開始走紅 那到六八年呢 它就有一個自己的show 好像叫做 不知 Gran Campbell 不知什麼show Good Time Show 還是什麼的了 總之就在全國電視台 就是有的播 所以呢 知名度大了很多 那時候呢 它是 其實它不是第一個歌星 用endorse 這個ovation guitar的 只不過它是第一個 整個角都知道 就是它那個show 是多人認識 還有Gran Campbell 其實它之前有 有些人叫什麼名字 讓我看一下 啊 我都不記得 剛才有沒有寫的 喔Jazz White 其實Jazz White 呢 White 是這個白色的那個 那個 那這個人 其實我在我的書裡 都看過 有印象 這個Jazz White 是第一個 用它的吉他 而且是 ovation 特別為它 因為Jazz White 好像是玩福的 玩文歌 所以它就不習慣 它不習慣 文歌吉他 和 pop吉他 和這些 尼龍線 就是尼龍線 鋼線 鋼線都是 它都有 如果是舊時那些 它十二格 到頸 所以其實拿下去 是不太順手 因為 它那些pop吉他 即現在ovation 那些基本上都是 第十四格 頸 第十四格 OK 第十四格 如果你電吉他 就不止了 這裏第十四 這裏第十五格 第十六格 第十二 三 四 五 第十六格 因為這個是屬於電吉他 OK 那 所以呢 他就 和Jazz White 特意做了 他的要求 做了他的model 給他 OK 只不過 都不是很流行 因為 Jazz White 可能他也是 出名的 但是不是 那些人 比較鮮 沒有接受到他 但是 Gran Campbell 這個show 他用了 Ovation 吉他 我不知道是否由 第一天開始用 我不知道 但是他開始用了之後 因為他每個星期都有show 一個小時 好像 連續做了三四年 他好像是六八年 開始有show show 是去到七二年才是完的 頭尾是四年 可能是三年 或者三年多 OK 這個也不是重點 但是 由於Gran Campbell 他用了Ovation的吉他 你知道他的頭 Ovation的吉他 頭都很特別的 你看不到 如果你這樣前面 面板遮住 你看不到 後面 你不知道是完的 你都不會察覺 或者你根本不會留意 但是你看到頭 你就很容易認到 所以 怎樣都好 就是 那些人慢慢看得慣了 就接受 可能他彈結他又有一首 你知道Gran Campbell 本身也是 彈結他都挺厲害的 他彈結他唱歌 各方面 那些人久而久之 習慣了 就是OK的了 OK 接受了 接受了 無論如何都好 嘩 講了二十分鐘 或者我再快速收了 就做Part1 遲些再跟大家講Part2 OK 講到這裡 就是這樣走紅 就開始 OK 其實Ovation 除了做 那時候 當時 開頭 那時候 最初的 是沒有 電腦 即是 不能插電 的 或者這些 我留下 下一節 再和大家 去分享 那現在二十分鐘 過了 都幾長 那 遲些再見 OK 或者我今晚會做一下其他的片 或者拍下一個中集 或者下集 OK 遲些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